欢迎加入今天的礼乐奥运专题报道 我是李一涵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高球这个项目 而说起高尔夫这项运动 早在1900年的巴黎奥运 还有1904的圣路易奥运 就已经列入正式项目 不过接下来被秉除在外长达122年的时间 直到本届终于重返最高殿堂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台湾男女是各有两人取得参赛资格 马上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些选手的名单 好 透过图卡可以看到女子部分 卢晓晴还有龚一平 目前世界排名都在前35 也合力在刚落幕的国际皇冠杯对计赛 帮助中华队拿下并列第三名的好成绩 其中台湾一节卢晓晴主要是征战日巡赛 今年三月在大金兰花女子赛完成卫冕 生涯日巡赛已经累积了十座冠军 而资深吕眉名将Kendy龚一平 今年六月也在阿肯色锦标赛 拿下并列第二名 两位女将出征奥运都备受瞩目 至于男子选手的部分 林文堂还有潘正从一老一少 分别是属于台湾高球两个世代的代表性人物 其中旅美小将小潘潘正从 2014年在仁川亚运 勇夺个人还有团体的双料金牌 也打赏名号 今年七月在PGA旗下 微寻赛的LACOM挑战赛 获得定列第二名 而现年42岁的台湾一哥林文堂 在台巡赛场也一直有稳定的发挥 四月香城仰德ADT高球赛 拿下第二名 也是目前台巡赛奖金榜第一名 看完了选手的介绍 可以知道四位好手 目前是各在美国 日本 还有台湾长期发展 所以这次里约奥运 也是他们很难得有机会 可以齐聚一堂 其中台湾一哥林文堂 就相当期待可以看到他的后背潘正从 他认为小潘虽然个头不高 但是挥甘很有力 加上长期在强权美国发展 他也很看好小潘这一次 在里约奥运的表现 高球归为122年重返奥运 副办首届男女各有60席资格 中华队男女选手各夺两席 其中男子部分 现年24岁的小潘潘正从 从高中就远赴美国训练 并在2014仁川亚运 为中华队摘下金牌 2015年转职业后 主要征战美巡赛旗下的微巡赛 蔡鸟年就两度蜂王 表现亮眼 并在今年7月初 LACOM挑战赛获得并列第二成绩 让他7月11号奥运积分结算时 顺利合格收下门票 百多年高福球第一次在重回 奥运对我来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从事这个运动 我希望这个运动可以把阳光大 然后就是说我也希望 可以代表我的国家参赛 然后所以就真的很兴奋 然后很希望他快一点来 高球好不容易重返奥运 无奈碰上资卡疫情来搅局 参赛者人心惶惶 高球男子目前已经有高达17人退出 包括世界前四的澳洲球王 Jason Dade 美国好手Dustin Johnson和Jordan Smith 北爱尔来名将Lory McClory 通通缺席 卡斯心度暗淡不少 不过还是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球星 像是刚在英国公开赛封王的 瑞典老将Henrik Stenson 将在奥运场上大显身手 令咱们中华小将相当期待 刚刚赢国公平开赛的Henrik Stenson 我当然希望能跟他打一场球 然后能跟他同场较劲 最主要希望自己全力以赴 打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世界定见的选手 我相信我自己要打出好成绩 所以还是跟他朋友没有拼的机会 同样想要拼的还有台湾一个林文堂 已经42岁的他老当益壮 去年台群赛勇夺年度蒋金王 博帝王和最佳球员的三冠王舒荣 在不少球员因为姿卡病情爆发后 选择退赛情况下 幸运获得地不尽奥运 以少爷长将携手参赛 我自己现在给自己的目标 就是不要设定目标 就是去享受比赛 去学习 那我相信把人用这种心态 会让你身心更肯定 至于女子部分 台湾一姐卢晓青 最近在日巡赛大放异彩 今年三月夺冠 日巡赛目前已经累积十座冠军 世界排名一度跃居第十九名 名正言顺扣关最高殿堂 绝对是本届代表队中 备受瞩目的好手之一 另外一位就是旅美名将龚怡萍 三十四岁的他 闯到LPGA迈入第十五年 丰富经验让他维持平稳 本季就有三场挤进前十名 中华队四位精英 吸手挑战魁威 一百二十二年复出的奥运高球赛场 准备用一次次精准感法 挥出象征荣耀的小白球 未来体育新闻专题报道